云天河 风铃 领衔演播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剧《依非独步天下》 作者 程久 后期 鬼步语 第254集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端王府再败路也是一品亲王府 端王世子想要做个生意 皇上不会阻拦 毕竟这生意坑的是天舞 且对天奇有利 纪云开相信端王世子一定会心动 事实上 端王世子确实很心动 他急切地追问 纪云开 你真的会做琉璃 跟天舞一样的琉璃 琉璃十来年前就从天舞流进了天气 不过数量一直很少 价格奇高无比 如果他能做出来 哪怕售价不如天舞高 也能大赚一笔 写作琉璃的生意不比其他 他有百分百的把握 他不会因经商而被人嘲讽 端王府也不会因此被人看不起 对 跟天舞一样的琉璃 我出作琉璃的方子 你出钱出利 利润我占三成 交情归交情 生意归生意 纪云开很冷静地提出自己的要求 他不仅仅是要打击天舞公主 还要攒钱 不管在哪个世界 钱全都是相通的 受制于身份 他有权力也无法用 只能先攒钱 你只出个方子就要占三成 端王世子不满地皱眉 生意场上无父子 这话一点也不讲 不管端王世子多欣赏纪云开 又欠了他多大的人情 一涉及到利益 同样是半步不让 世子爷是不是觉得三成很多 端王世子聪明地没有直接回答 我可以出钱买你的方子 一口价 我绝不还价 哪怕是天价 也只要出这一次 可要是参与分红 日后长长久久 他都为纪云开赚钱 纪云开这下更没好气了 世子爷 你觉得我缺银子吗 他缺 但他要是不说 就没有人知道 不缺 天启首富云家的外孙女 每年收的生成鹤礼 都是成传成传的 纪云开怎么可能会缺银子 那你觉得我缺身份地位吗 他缺 但他要是不说 就没有人知道 不缺 燕北王妃 天启最有权势的女人之一 就连长公主也不敢得罪她 她怎么可能缺身份地位 我不缺钱 就不缺身份地位 手上又有配方 我为什么要跟你合作 并拿出七成的利润给你 世子你应该明白 我要自己做的话 也不是做不起来 能做起来 但效果会差很多 且前期发展必然不会太顺利 但是他不说 端王世子能知道吗 要知道 在此之前 端王世子可没有经过伤 既然你自己能做 为什么还要跟我合作 还要给我七成的利润 端王世子也不是省油的灯 并不会为纪云开 牵着鼻子走 很简单 我手上的人脉不够 而我又不想跟云家合作 也不想把这笔生意 跟燕北王府混在一起 她要是跟云家合作 就是要七成的利润 云家也会给她 但肖九安绝对会把她当成 皇帝安插进来的奸细 给处理了 而她要是把配方 给了燕北王府 那她极有可能 只能得到肖九安的一个奖励 就像她提供吃蛇的法子一样 所以你选择了我 端王世子承认 她被纪云开说服了 她不是一个轻易会被说服的人 可纪云开几句话却让她认同了 可见纪云开有多厉害 我跟你说 你这人虽然不怎么样 可心肠还没有黑透 跟你合作会吃一点亏 但却不用担心会被你坑 这就是纪云开选择 跟端王世子合作的原因 端王世子当即脸黑 什么叫心肠没有黑透啊 纪云开 把话说清楚 我可从来没有害过你啊 不仅没有害过 她还帮了纪云开好几次 难不成 你觉得你是个好人 纪云开上下打量了端王世子一眼 一脸嫌弃 我 端王世子气急 她还真不敢说自己是好人 可她也没有多坏呀 这不就对了 纪云开截住端王世子的话 不给她说话机会 给你三天的时间考虑 三天过后 你不同意 我就把配方给萧九安 配方给了萧九安 她会损失一大笔钱 但凭萧九安的本事 却能狠狠打击天舞公主 她怎么都不会亏 你不用三天 我现在就答复你 我同意 诚如纪云开所言 纪云开完全可以撇掉她自己做 就算不好跟云家合作 也可以跟南方的杨 武 胡家合作 凭纪云开的身份 那些个商家就是胆大包天 也不敢坑纪云开 可纪云开却选择了 并不是最佳合作对象的她 可见纪云开是个重情的人 纪云开重情 她也不能忘恩负义 利润我们分成三份 三三四 你占三成 燕北王府占三成 我出力 我拿四成 你脑子进水了 纪云开一震 不可置信地看着端王世子 刚刚连三成都不肯给她 这回却直接给燕北王府三成 端王世子可知这三成的利润 代表什么 我脑子没有进水 是你太蠢 你真以为我们合作的事 能瞒过萧九安 这次轮到端王世子 给纪云开白眼了 纪云开 你要记住 你是燕北王妃 有好事 不想着燕北王府 却想着我这个外人 你想萧九安会怎么想 尤其她这个外人 还是跟纪云开没有血缘关系 且传过暧昧谣言的男人 我没想过瞒她 而且她有好事也不会想着我呀 我为什么要试试想着她 在她心底 她并没有把自己当成燕北王府的人 在她看来 她的就是她的 萧九安的就是萧九安的 当然 这并不能怪纪云开 因为燕北王府的人 从来没有拿她这个王妃当自己人 她嫁入燕北王府 却一直被燕北王府排除在外 她真没有办法 把燕北王府的利益 记在心上 真是蠢死了 不管萧九安怎么想 你都不能这么想 你和萧九安都是夫妻 你们夫妻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这事无论如何都不能撇下燕北王府 但要是燕北王府不掺和 那就另当别论了 端王世子简直是要被纪云开气死了 女人出嫁入夫家 从熟悉的家嫁到一个陌生的环境 刚开始肯定会觉得生疏 觉得自己被排斥了 可这并不是你破罐子破摔 傲娇使性子的理由 作为一个外来者 你要是不试着融入进去 反倒竖起全身的刺 把自己隔绝在外 你和这个家就会越离越远 以后也会越呆越不开心 当然 端王世子也不是要 纪云开一味地付出 拿热脸贴人家的冷屁股 端王世子理智地告诉纪云开 你就把这件事当成是一个试探 你先负诚意 要是燕北王府的人仍然对你冷淡如初 你以后也不用管燕北王府的事 没有谁应该为谁无偿付出 可是 为什么要我先顶头 明明我才是被欺负得差点死掉的那个 没有可是 这事你听我的 准备有错 端王世子不容拒绝地说道 纪云开有好事想着他 他也不会眼睁睁地看着纪云开走错路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下集更精彩哦